好 马总统昨天是到了国民党主持中场会 但是呢 有一个来自于屏东的渔船船长妻子 在场外乘行 她说她的丈夫呢 疑似越界捕鱼 遭到了密克罗尼西亚的政府扣押 要求将近五百万元的罚款才肯放人 那么家属无力的负担 求助外交部又没有下文 所以包车到了国民党外 她要见总统一面 泪流满面 家属在国民党对接下跪陈勤 想要见上马总统一面 只是人才一动就立刻被警察包围 无法动弹 干脆打起警察 情绪激动 为的就是五月初 屏东小琉球渔船船长陈正义 一次误闯密克罗尼西亚海域捕鱼 人船遭扣押 一个月了还是回不来 船长妻子求助外交部 行政院 总统府得到的 却是持续协商的致死答案 密克罗尼西亚甚至提出条件 要缴交15万美金 将近五百万的罚款 才能放人 家属拿不出钱希望外交部帮忙协调让罚款少一点 但外交部双手一摊 说这是他国法律 爱莫能助 求助我们之下 船长家属只好包车背上 向总统陈琴 只是这样的激动场景 马总统仍在开国民党中场会 根本没有看到 中天希望黄一群 学友好 SNG小组 台北报道